三小蹄之后 我们就是要装我们的里面的那个糯米 可是我们今天用海鲜 然后这个海鲜就是很特别 就是里面有鱼浆 还有花枝浆 对然后把它放在里面 端午节到了 又是粽香四溢的季节 糯米的软茹 内馅的咸香 都让涛客垂涎三尺 硬井呢想要咬上一口 但是粽子馅井多 其中糯米粘牙 对于老人家和小孩子 牙口不好的族群却不友善 饭店业者于是端出五米粽 根据统计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有百分之七十点六部分缺牙 百分之二十一的长者 觉得自己的牙齿功能状况不好 还有百分之六十三点二的长者 因为牙齿状况 咀嚼或吞咽问题 而限制吃东西的种类 除了好入口 也特别提醒一颗粽子的热量 大约是六百到七百大卡 健康吃有配方 那么营养的话 因为卡路里非常的高 那建立能够共同的分食 一直不要吃太多 那因为纤维熟后水果也不太够 除了种子以外 那么应该也要多摄取一些纤维跟水果 事实上国建署发起了 质地调整运动 就是希望透过食材挑选 切割烹饪的技巧 简易检测的方式原则 制作适合长者的饮食 例如五股杂粮 可以先用温水泡 使用新鲜的凤梨汁 来嫩化食材 食材切适口的大小 小于三公分更好 知名业者纷纷响意 让迈入超高龄社会的台湾 每位长者都能营养均衡又健康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